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子由原子组成 而原子是由更微小的亚原子粒子组成 亚原子粒子指结构比原子更小的粒子 包括电子、质子与中子、介子、跨克、胶子、光子等等 当一个宏观结构被破坏时 比如一块砖头变成粉末 其分子并没有消失 当分子面条断裂时 原子一个也没有少 当原子结构被破坏时 亚原子粒子也并没有丢失 因此我们要问 人类肉体生命由粗大的分子和原子组成 更微小的亚原子粒子是否也可以形成某种生命呢 如果它们也可以形成生命 那么必然也有自己的结构 甚至是DNA 1990年代一项科学研究揭示了DNA在创造量子现实中的重要性 俄罗斯科学院的弗拉基米尔·波波林和彼得·加里亚耶夫 进行的第一项重大研究被认为是幻影DNA实验 产生了一些令人着迷的结果 无论恒星之间还是位于分子之间 许多实验秒灵 任何真空都充满了各种类型的亚原子粒子 的确如此 首先它们在专门设计的室幻中产生真空 然后测量到真空中有什么 里面充施着光子、中子和质子等亚原子粒子 测量内部粒子的位置 以查看它们是聚集在底部、紧贴侧面或是分散在整个表面 如预期的那样粒子随机散布在整个试管中 但是当将一条DNA链放入试管中时 粒子的作用就像是被看不见的粒所吸引 并自发地围绕着DNA链排列 甚至更加陌生 当从试管中取出DNA时 粒子保持完全相同的形状 这是值得注意的 因为常规物理学中没有任何因素允许这种效应 根据量子常论的解释 所有粒子都是常的量子化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有据有茬的证据证明 构成我们的物质DNA 可以对我们周围的量子世界产生直接而有力的影响 让我们不禁疑惑如此简单的原子 如何运用出如此复杂的生命 生命与自然为什么如此神奇 计算机科学之术艾伦·马西森·图林认为 这些混乱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数学规则 而且我们可以计算与谋理出这种规则 1952年图林发表了论文 形态发生的化学基础 首先给出了形态发生的数学解释 生命居然可以用简单的数学描述来表示 这种令人迷惑的过程叫做形态发生 形态发生是自组织一个令人惊叹的实力 图林在论文中用一些天文或原子物语中常用的数学方式来描述生命过程 关键的是图林确实首次用方程描述出了生命系统是如何自组织的 如何无特征事物会形成特征事物 另外一位前苏联的天才化学家鲍里斯·别洛·乌索夫 研究个人课题时 用渗入多种化学方式的溶液来模拟人体普鲁糖吸收的部分过程 别洛·乌索夫神奇地发现 实验台上的溶液摇晃的时候是成青无色的 加入最后一种化学物质时整个溶液变色了 但随后发生的事却不合常理 混合溶液再一次变得成青无色 试验发现不同化学物质混合后会发生反应 不会自行回到原始状态 回到未混合的状态 可从无色变成有色 却不该再变回无色 最令人震撼的是 别洛·乌索夫的溶液并不只是自行回到无色 而是正当变化 在无色和有色间交替变化 像是被某种未知化学物质垂化似的 溶液自发随机地产生着蓄力的连击状图形变化 这个现象很好地说明了事物 在不受外部条件因素干扰的情况下 存在自发无规律变化的可能性 也就是来自事物内部的自发干扰 别克·乌索夫的混合溶液在维养皿中 无需人工干预它 溶液能自组织形成各种图案 溶液反应震荡出了许多效果 其中不只有图灵的那些简单的斑点条纹 还有许多令人惊叹的美妙结构和模式 形状的效果却不知从何而来 就是著名的别洛·乌索夫反应 及Bz正当反应 这些实验证明了粒子通过某种方式 会形成自组织结构 甚至是复杂的DNA 而且DNA一旦添加到混乱无序的粒子中 它又会再次规则粒子围绕其旋转 我们还不清楚亚原子粒子 是否也可以自组织形成DNA 但是它们显然可以被DNA影响 拥有幻影DNA 这让我们不禁狭想那些亚原子粒子构成的生命是否也存在 它们拥有自己的DNA甚至是细胞 虽然形态和我们想象中大物相同 也可能接近 由于亚原子粒子振动频率更高 我们可能往往看不见它们 在很多接触案例中 一些外星人往往可以穿墙而过 它们是否就是亚原子生命 还是通过某种装置将墙壁的原子排列进行改变 这时我们探索地外文明秘密时 也必须更加了解生命的秘密 如果我们喜欢这个频道 欢迎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